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熊江 蓝白合不合 现在不仅蓝白互斗 蓝银内斗分裂也公开化了 在最后期限时刻 马英九出手了 麻烦执行长肖旭成 上午接受广播节目专访 传达马英九的想法 他呼吁采取全民调 还希望不要再攻击柯文哲 而且没有柯文哲站台 国会过半拿不到 连守住目前的席次都有问题 马英九此举无疑是站在柯文哲这边 要逼侯友宜以及朱立伦低头就范吗 不过侯伴以及党中央不认同 上午还派出青年团 出来痛批柯文哲的全民调 只是科学民调不符现实 柯的选择只有自己 没有台湾与政党轮替 青年团骂柯文哲 更是打脸马英九 那为什么马英九 蔡正元 还有邱逸等人 要挺柯文哲呢 是背后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吗 加上蓝银小吉 一直跟朱立伦表达 希望柯文哲能够站台 蓝银被柯文哲 列解到什么程度 而柯文哲竞选影片 暗藏副手的暗示 传出19号逝世大会 就要公布副手了 柯文哲的火车 似乎真的开走了 那侯友宜的火车 只能千山独行吗 那马半执行长 萧续成还说 萧美琴非常强 而且准备好了 对年轻人很有吸引力 这是在操作什么风向呢 另外柯文哲的政治豪赌 提名中配徐春英 说没有见过徐春英 被抓包说谎 一句哎哟 看起来是完全 没有要道歉的意思 还派人全程盯场 徐春英上节目 看起来是没有要收手啊 连是否支持中共对台武统 都无法回答的人 提名中共代表当立委 这是挑战台湾人的底线 还有国民党新北市议员 廖先祥 占用国有地出租营业 打电话过去 真的是 廖先祥的服务处电话 还说是仲介 那新北市府放任护航 到什么样的程度 最新局势发展 在节目中都有深入的分析 现在要来宾 首先是 民进党新北市议员 参选人李昆成 总教好 大家好 再次政治评论王景明 大家好 前民众党政委员张艺善 大家好 政治评论员余梅梅 总教好 大家好 再次国民党台北市员李明贤 大家好 政治评论员李正浩 大家好 再次资论媒体王瑞德 总教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看 这柯文哲 昨晚释出最新的竞选影片 里面的选举公报 柯侯的搭配副手人选 好像出现了 我们看到 很像是 黄珊珊跟柯志恩 那有人就说 火车真的开走了 来先请教 正好怎么看 柯侯佩 拜拜 分道扬镳了吗 那现在是要 各选各的吗 对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 我觉得现在柯侯佩 坦白讲 我觉得柯文哲一开始 就是没有想要 去跟人家合 坦白讲 柯文哲 这个状况 第一件事情 被人家踢爆 因为他昨天弄了这个竞选影片 对 这个竞选影片呢 既然里面有这个选举公报 选举公报呢 就是我们电视墙上面的这个选举公报 既然被人家发现 画面放大 一开始呢 柯文哲跟侯友宇就在 不是在同一栏里面 柯文哲跟黄珊珊配 侯友宇跟柯智恩配 所以很多人都说 哇原来柯文哲 你火车早就已经过战了 你根本就没有想要柯侯佩 我觉得这已经算是非常非常明显了 这第一件事情 另外一件事情呢 因为其实坦白讲 留给大家时间也不多 留给大家时间也不多 站在柯智影的角度 我马上就要公布副手 我该是拍的形象照等等 我都要准备好吗 对不对 所以显然也没有要等 跟侯友宇合作的状况 所以这边一大块 我觉得柯文哲的心态一绝 就是要跟侯友宇分开 这一大块 那另外一块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柯文哲召开的记者会 丢出那个辱侯民调 侮辱的辱侯民调 对不对 什么什么求真啊 趋势啊 世心 这三分民调都大赢侯友宇啊 对不对 那里面怎么调的 我都不特别讲 里面这个调的大家都讲过 这两天我们都讲过了 特别的加权 可是那个民调的做法 其实就是干嘛 就是分裂民调嘛 他不是做合作嘛 对不对 他不是做侯科配对上赖 拿多少分 他都各自做 科跟侯 对他也不是做科侯配对上赖 因为我们自然讨论合作 讨论化学效果嘛 谁赠谁负 谁负谁赠 那化学效果不一样 你应该拿这个民调出来 所以拿比如说科配侯 对上赖赖赖4% 所以科正侯父 侯友宇都当副手 这还说得通嘛 这才是蓝白和嘛 对啊 对不对 你怎么做个蓝白烈的民调呢 对 然后还羞辱侯友宇嘛 对不对 这几天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 这个侯正也整个压起来 对 这压起来开始毛钱骂柯文哲 太过分了 竟然侮辱侯友宇 太过分了 错骂一顿嘛 对不对 然后某电视台也转变为 这个全台最大柯黑电视台 丑到底在骂柯文哲 对不对 那这没有问题 这蓝白战嘛 对 可是你知道蓝白战会发生什么事吗 蓝白战最大问题是 会变成到选前 你要操作气宝都操作不动 这才是关键嘛 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都到萨卡多 赖金人赢面大 那另外两家要赢了 一定要操作气宝 比如说 好我举例举例举例 比如到选项最后 侯友宇就是赢柯文哲5% 大家想让我们柯凡来投侯友宇 那获得反过来 柯文哲就是赢侯友宇5% 那侯友宇去 粉丝去投柯文哲 那个大前例是 粉丝是互相流动的 才有气宝的可能嘛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 这一次最大的问题是 拍声 两边已经杀到 见血了 杀到病 翻脸了嘛 我再讲一次 柯文哲2018年的 台北市市场为什么赢 大家还记得吗 他原本没有赢哦 只是投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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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到后来发现什么 这个姚文志不OK 对不对 因为那天绑公投嘛 开票投到晚上七八点票都没投完 边开票边投票嘛 所以一部分绿营的跑去投柯 那时候投了下去 原因是柯还没完全转蓝嘛 对不对 所以才有流动的可能 可是现在变成说蓝白赞了嘛 对 而且这个恶意螺旋会越来越高嘛 因为蓝营支持者现在讨厌柯文哲的这个程度也升高了 对啊 对啊 所以这恶意螺旋会越来越高嘛 那恶意螺旋越来越高 两边就撑住了嘛 你两边撑住就没有流动的可能嘛 对不对 所以我个人是很欢迎 这种局面发生 我只跟他报告 这站下去就真的会让整个蓝营陷入彻底的分裂嘛 所以这件事情 那他们现在的 他们的民调应该可能是麻花卷的状态嘛 对 所以可能就各选各的 对 那对于他们的选票来讲 没有流动性的结果 那到最后可能就是会如民调所呈现的结果 这就是民进党最好的结果 就是千万不要气宝 那赖清德说 大家看得出来 这是要 这是柯文哲想要驱动气宝效应 有所谓的气宝效应 这个算是帮蓝营的怒火加柴火 赖主席是厉害 孙公喜算会见缝插针 本来就是这样嘛 蓝营的就很气了嘛 你刚刚要乳猴民调嘛 赖清德主席在推薄 这是要用气宝哦 笑你们不要气宝 要有骨气哦 结果不可以气宝 没有气宝保科哦 所以赖主席这东西 坦白讲我觉得是高明 就是这个 这推薄加点柴火 所以刚刚明显 明显可以 我之前跟他同台 他说不会气宝 赞 绝对不要气宝 是我们看到这个ET TODAY的最新民调显示 其中有一个喜好度 那当然也有个讨厌度 讨厌度最高的就是柯文哲 讨厌度高达42% 永贯三军 都比其他人要高 瑞德哥怎么看 现在一个最新情势 那个所谓的民调 就是说不管是入侯民调 其实是一个分手民调 但是分手民调就是说 你侮辱侯友谊的结果 虽然是要自己往上 自己自己独走 独走的结果 现在又传说 副手可能会在1月19号 逝世大会 那个周开莲是不是很有可能 就是柯文哲的副手 这个如果你认识柯文哲的话 我相信易三兄 应该很赞成我以下所讲的话 如果你认识柯文哲的话 他的一举一动都有他的目的 这个广告也是一样 那么今天当然民众党出来讲说 这个广告8月的时候 就已经拍好了 那那是导演的意思 就这么巧 选举公报拿起来 然后你说是无益的吗 不 那根本就是有益的嘛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要让你看 那个公报上面 第一号人物就叫柯文哲的头那么大 对不对 下面那个就是黄珊珊嘛 那是黄珊珊的竞选 去年竞选台北市长的 那个包括网络上面 可以看得到的那个logo嘛 然后呢 再来侯友谊 下面柯志恩 然后赖清德 赖清德下面那个 看不清楚 其实就在隐身萧美琴嘛 他在做什么 虽然民众党这样说 那是导演自己个人的意思 我绝对不相信 为什么 你没有发现今天成功的 不分蓝绿 大家所有的节目 都在讨论这个话题吗 对不对 他就是要引领今天的相关的 媒体的走向 跟今天网络的流量 我相信今天大家 讨论这件事情 刚好又是他要的东西 带风向 没错 他要的方向 他宁可大家骂他 都不能大家忽略他 忘了他的存在 所以他要的就是这个东西嘛 我们现在在讨论说 哎呀柯文哲 柯文哲不是这几天 不是一直讲说 我们大家在骂他 在讲他 是因为他的民调很高 对不对 你错了 是因为我们讨厌你 你知道吗 不是你民调高 你民调怎么会高 你们自己公布三个民调 你很高 你自己送就好了 我说特别人 看爽的我都没意见 问题是 民调要看别人的民调 外面的民调 比起来内部民调 内部民调我有多关 如果要看内部民调爽的话 2000年的时候 那个总统叫做连战 你知道吗 美国总统不是川普 叫做希拉蕊 九成的民调都是希拉蕊 会当选总统 所以呢 那么柯文哲他做的事 你不要小看他一个 这个相关的竞选广告里面的 一个小个竞选 这个选举公报 有人就开玩笑 说媒体怎么眼睛那么来 火眼金睛 你是孙悟空 大家都看得清楚 马上看出 哇那个是黄珊珊 有没有人告诉媒体 那个人是黄珊珊 如果讲了黄珊珊 我跟你讲 如果那个 那个里面那个人 是周开莲 没有新闻性 因为大家都知道 他要找周开莲 周开莲也配合黄珊珊 不是说的说 这个礼拜也去拍照了 拍了很多照 卖个关子 拍什么照 不知道嘛 然后警戒而来 又有人说 郭台铭跟他两度见面 对不对 谈的是可能郭台铭 不选了 然后要转而去支持他 但是条件是 副手可能会不会 是把那个赖佩霞 放弃美国籍 给他当副总统 这些 这些都是我们之前 讨论过的 我请问你哪一个 比副手人选是黄珊珊 更有震撼性 对 今天搞了半天 不是周开莲也不是赖佩霞 竟然是黄珊珊 莫怪黄珊珊上个礼拜 说他不当部分区 原来就是要当副总统 是不是又可以讨论 制造更大的声量 对 声量滚声量 滚了半天了以后 大家就忘了 徐春莹的存在了 成功转移话题 我讲的哪里不对 大家是不是就忘了 哎呦 徐春莹就不见了 对 这哎呦声中 突然间黄珊珊就出现了 然后大家都忘了 徐春莹事件 好像徐春莹事件 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子 鲨鱼理论就是 为你一个更大的一个新闻 转移焦点到这个新的新闻 忘了后面的东西 那么所以呢 这是柯文哲自己本身 我不知道 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 下令完的 这个我不晓得 因为民众党说是导演自己的意思嘛 不过 柯文哲我说过 那些三的民调 还没有加权钱 他都输 加权了他都赢 我说坦白 你送就好了 美丽老天子报今天公布 第七十波的民调 我比较相信滚动式的民调 滚动式就一直做 一直做一直做 一直滚 一直滚一直滚 可信度比较高 不好意思啊 今天你还是22.3 第三名 耐清德一样37.5 然后如果西卡都的话 赖清德34.5 你被郭怀明拉掉了以后 剩下18.2 22.3 掉到18.2 不过 今天有一个重点 今天 美丽老天子报民调告诉我们 有个重点 他年轻人的支持度 各位不要小看 因为他 我跟朋友聊天的时候 他们都说 年轻人很多支持他 你不要忘了 他的支持度最高的 也只有年轻人 他柯文哲必须非常的小心 为什么呢 他的20到29岁 一向这个年轻人 这个年纪 是他的中间分子 现在他只有 31.6% 赖清德30.4% 差1.2%而已 但是 他在30到39 40到49 全部输给赖清德 更不要讲后面 后面50岁以后 没他的 没他的 升空支持者 70岁 今天还有2.2 昨天掉到 有史以来最低 只剩下0.3% 是 告诉你一个什么 年轻人的支持率 在下跌 他本来是 一枝独秀 把旁边另外两个候选人 甩到旁边 但他现在一直下跌 一直下跌 所以你就知道 当他的中间组成分子 是年轻人 而年轻人一直下跌 谁说我们台湾的年轻人 没有是非呢 是 易三雄怎么看 因为现在 蓝白互斗的一个情形 可以说非常明显 包括林涛都说了 白银主战派 在九会一大选的时候 输过一次嘛 那你这次的大选 要再误导 柯文哲 你不怕再输一次吗 你这些战狼小姐姐们 应该要好好的想一想 当时的那个情况 那现在那三份民调 识别同样 就是柯文哲的一个意志 加权只加到自己 但是跟其他所有的媒体 都完全是不一样的 对 分手 其实柯文哲分手有三部曲 第一部曲就是 他拿出民调说 你配不上我 侯友营 你配不上我 你的民调 让你8%都不会赢 所以柯文哲的 第一个分手信 就是那一份三份民调 拿出来之后 第二个就是跟 黄珊珊的婚纱照嘛 那个婚纱照一泼出来 其实分手不需要理由 跟别人在一起 就是分手的证明 所以他已经很清楚的 告诉国民党说 你不用再跟我谈了 我已经决定 跟别人在一起 虽然这个别人 也有传出是周开莲 也有传出是赖培侠 因为他还在谈 所谓其他人嘛 那都没有关系 包含跟郭台铭 重点是 可能不是你侯友营 因为你侯友营配不上我 另外又讲到郭台铭嘛 为什么找郭台铭 找前男友一起骂 渣男的方式就是 找前男友一起骂 前女友的时候 那个声音才会够大声嘛 我们两个都是被你分手的 所以分手的责任是谁 就是你嘛 所以柯文哲从头到尾 在十月操作这一局的蓝白和 他的目的都不是合作 而是透过合作作为包装 他打入才能拉出嘛 因为我要跟你合作 我才把你的票可以拉出来嘛 因为我证明我会赢你 所以你的蓝赢的支持者 就要来支持我嘛 这个就是柯文哲 假合作真分手 假合作真分手 真气宝 他在操作叫做气宝效应 包含他现在跟郭台铭合作 也不是真心要跟郭台铭合作 而是要郭台铭的选民 郭台铭已经不会当选了 但是我对郭台铭很好 我要郭台铭的选民的票 来支持我柯文哲 这从头到尾都在炒 这个气宝的效应 昨天赖清德很清楚嘛 其实他的目的很清楚 就是操作气宝 但是国民党内部的人 被柯文哲所列解嘛 国民党各种的声音都有 包含小鸡 最后剩下哪些声音 剩下正义兄弟 连公子跟马先生嘛 为什么正义兄弟 连公子跟马先生到现在还要配合柯文哲演出 一句话就是演给习皇帝看嘛 因为中共内部会希望蓝白盒的压力还在 所以这一出戏会一直演 演到什么时候 赌盘都有在开了 演到11月24号的晚上下午5点半 最后谁先登记 谁就是那个破局的责任者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11月24号的中选会会很热闹 有两组候选人在看谁先登记 你破局 就是你制造了蓝白之前不合的 所以变成是本来柯侯要结婚的 变成到11月24号 会有一场叫做集团结婚在中选会发生 那现在呢 郭柯呢 这两天不停的在谈合作 姐妹哥我们看到 因为这个郭台铭也当 这算是一个非常奇葩了 这个要选总统选到夺起来 但是呢 确实可以密集的跟这个 柯文哲在谈合作 那当然邱明瑜是有说了 郭台铭依旧会选到底 但是同步跟柯文哲合作不分区名单 因为我们老实讲啦 副手人选其实真的意义不大 重点在于不分区名单 他们可以怎么合作呢 如果是真的谈到不分区名单 那我的直觉就是要 要这个郭台铭的钱 因为对郭台铭来说 谁当副分区 跟郭台铭有什么差别吗 这些也跟他的他又没有政党 他去帮助这个柯文哲 某种程度就是希望柯文哲 在跟郭台铭说 那我这次选举啦 那你还是要继续选下去 因为你可以列结国民党的选票 同时间呢我也需要钱 那不分区有你郭台铭站台 也许某种程度 我的这个人数会变多 但是我们在谈到这一点 这些内容会被放出来 这是一个关键点 为什么柯文哲这边要放出这些话呢 而不是郭台铭那边来的呢 摆明一件事情嘛 柯文哲现在已经遇到一个问题是 蓝营对于柯文哲的愤怒度 已经在增加了 他想要从这个郭台铭那边得到一些 想办法能够增加一点 不分区的席次 所以换个角度来说 柯文哲心里也明白啊 他最坏的打算 应该是最好的打算 就是希望不分区名单变多 那看他们郭台铭 毕竟他还是有号称 一百多万的连署书嘛 那这一百万 里面搞不好也有些 不是要投柯文哲不分区的啊 所以想要把这个声音给放出来 我倒想要听的是郭伴的声音 皇室又是说 双方都要谈合作 可他并没有很明确的说 合作到什么程度 所以就换个角度来说 郭台铭在现在状况 某种程度是柯文哲去蹭郭台铭 因为我们看到的画面是 柯文哲就是派车 跑去给郭台铭见面 但问题来了 为什么民众会知道 他开车去呢 为什么时间也会让他知道了 对嘛 这是柯文哲现在要做的事情吗 因为打到最后结果事情是 他已经不能想象 他现在已经不可能干掉侯友宜了 好那我回来这件事情 因为这里的故事都才就非常有趣了 其实就这个民调 我用八个字解释 这民调做完之后 记录难营了 然后厌恶加大 因为你把侯友宜做得如此不堪 又把郭台铭在侯友宜的情况之下 做这么大 我们从来没有看过郭台铭 有这么高的一个支持度 对那你这个看待 而且其实郭台铭在很多的 这个蓝铭的心目中就是白骨嘛 就是他觉得郭台铭就是一个不守信用的人 结果你让不守信用人在这个民调里面这么高 最后就这八个字嘛 你激怒蓝铭你厌恶加大 所以换个角度来说 现在已经不是火车过战了 现在是火车对撞 那你看我们就解释他们对撞的手法嘛 第二你已经被激怒了 激怒你叫反击嘛 所以林涛就站出来 林涛这一招很厉害 因为以前都是柯文哲想办法去分裂国民党 又让说我到底要跟金埔多谈呢 我还是要跟朱立伦谈呢 我还是要跟侯友谈嘛 以前都是柯文哲在分裂 哇 林涛这招厉害了 直接开一枪 柯文哲啊 黄珊珊就是你的背骨啊 害你很惨啊 这一招 想要知道现在黄珊珊可是 柯文哲最重要的一幕了 因为自从逸杉走了之后 只剩黄珊珊嘛 对不对 是逸杉 那现在黄逸杉又是柯文哲的背对面 现在黄珊珊重要性更厉害 所以林涛讲白了 跟所有的白银的民众党说一句话 如果这个民众党会失败 都是黄珊珊啊 你们柯文哲 已经被黄珊珊给蒙蔽了 这时候你们民众党要做的事情 是要召唤这个战逸杉回来啊 把黄珊珊踢锤 很不狠 狠 狠狠 狠狠 反分裂吧 林涛这招厉害 我分裂你吧 第二件事 这个讨厌度这时候做出来了 这招够狠的 事实上在9月27号 也就大概三个月前 其实友台也做了这个 就是讨厌度 当时柯文哲讨厌度是41个百分点 虽然也是很高 当时就41 四个人当中他是最高的 可是至少做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你知道吗 他把那个喜爱度做到第一名 那时候最高到39 所以那时候的状况是 柯文哲还有一些喜爱度 那我们知道这些喜爱度是哪来的 当然就是要去吃 那个李明贤的豆腐嘛 因为李明贤当时也不好意思讲 国民党不要合啊 柯文哲也是还是可以合作的 臭豆腐 对对 香豆腐啦 对 那所以那时候 这个柯文哲的喜好度 哇到了39 40% 对不起 这民调一做完之后 那个蓝营就看到 那个原本还喜欢柯文哲的蓝营 就看到贵吗 现在看到一肚子火了 四分 四分 你今天你要跟侯友宜合作 没有人要跟侯友宜 你要跟人家合作 像我们在生意上跟人家合作 我们基本上 他的这些讨厌的事情 我们就这样少讲 我们多讲对方的好话 侯友宜其实很优秀 我其实真的要跟人家合作 我如果跟他合作的话 我们就跟民调起来的话 民调好的时候 我也尊重侯友宜 你这样讲的话 其实这个蓝营会接受吗 不是啊 他说你看柯文哲来的时候 就算侯友宜来 就说我柯文哲不要选 因为这个民调 这种民调是 如果没有柯文哲 那只有侯友宜 你侯友宜也输啊 而且还引发了郭台铭出现 这个情况下 当然喜好度就第二招 就是要供你的厌恶度 因为上次的民调 已经显示柯文哲是厌恶度第一名 现在把你做到43% 第三件事情呢 就直接就跟你说了嘛 柯文哲你别闹了啦 你就是垫底啦 这是某个报纸嘛 其实我觉得他放太小了 按照的 因为他是希望 和柯文哲还是不要撞车 应该是把柯文哲垫底放前面 柯文哲垫底啦 但是这个侯柯佩还是有机会 但是柯文哲垫底 就是重要的事情嘛 柯文哲垫底 这很重要讲三遍 最后一件事情 最后一句话 就是整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以现在的状况来看 绝对是火车对仗 那一按照柯文哲的个性 他已经看到这么多的数据 柯文哲的做法 肯定回首更勾侯友宜 他现在已经确定了 会跟侯友宜抢票 所以你过去跟我讲一些美好的事情啊 你那些不分区的小鸡啊 别傻了 我一定一一击破 所以以柯文哲的角度来说 他肯定未来的很糟不是对赖心得 我们就等着瞧 那个明显可能要注意一下 柯文哲这样就针对你们这些台北市议员 之前有支持的 我一个一个疯下去 不客气 绝对血流成河 明显你怎么观察 现在到底基层的想法是什么 对于柯文哲的厌恶度是很高吗 那只是说双方都已经骂成这样子 包括林涛也说 赞狼小姐你要好好思考一下 然后柯伴那边也是讲 侯友宜你是没有柯文哲 你就选不下去吗 那也就代表柯正宜那边 从来就没有想要跟侯友宜配在一起 第一个你能不能讲说 侯友宜都是只为了蓝白整合 然后为了跟柯文哲搭档 其他事情都没在做 侯友宜也是照自己节奏来选举 譬如说他今天去我们当务 扫市场除了在妙国开奖还扫市场 我会来上节目回去换了一套衣服 整成功都丟了 那有在选择 昆臣委员现在要拚立委 他有在选择就知道 这个天气 他菜市里 你如果十分钟 整成功都丟了 大六丶四六冬 因为侯友宜是吃饭太多吗 还去菜市场 然后还去公布他的 他的那个治安政策吗 所以所以我觉得说 民党有时候也不用见风插针 说什么侯友宜没在选举 就只为了期待跟柯文哲搭档 没那种事情 照自己的节奏 这是柯振颖讲的 对啦 当然 这柯振颖讲的 我觉得 这样讲 没有什么讲坏话 对啊 这柯振颖讲的 这两边是这样 如果最后 如果要整合 有一些话 真的有一些话 就说有一些战狼式的发言 可以少讲一些 战狼式两边都有战狼 我们内部 对柯文哲的战狼也很多 很多我记者的 类啊 群组啊 比如说 林涛都出来讲啊 你们这战狼小姐姐 两边都有 两边都有 他们反对合的 我们内部反对合的都有 我大概这两三个礼拜来 我电话 我热 卡在里面不用电话机 我最近电话 不论服务处 继续都接到这些电话 不论议会或地方服务处 电话接不完 接不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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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说你们国民党在冲事 用 用 搁的 国民党在 搁自己的路 所以这个声音持续一直都有 很多 打来十通里面 有九通十通都是反对蓝白盒的 我不认为是反串 我也不认为是绿营的打进来反串 都是我们自己人 而且不分各年 就要反映给党中央 不分年龄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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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分年龄层都有 打来特别 而且也有包括 包括那个年轻的也都有 所以他们认为说 国民党要自己的政党主体性 就是说民众党包括柯文哲他们 透过各种各种放花各种动作 如果你如果要搞 早要有诚意就要搞 可是是这样子 当然 今年选举也比较吊诡 20号登记 可是国民党要到下礼拜三 才公布不分区 然后副手是这样 我今天还有跟党中央在 在确认过 他们是礼拜三先公布不分区 那副手不一定礼拜三公布 还会再等待到最后一刻 还要等 对所以有可能会峰回路转 所以还是要拿 人家柯文哲都在操作 他的副手人选 没有啦 就说我认为那个选举 我同意那个选举公报 我跟你说 你不知道 我那个 仲将有没有看过1949年 国共谈判的 他的一种过程 老共也是这样子 边打边谈 边打边谈 软了一手 硬了一手 最后是这样子 就是说 如果有诚意要谈 像柯文哲说的 你国民党跟民众党 DNA不同 DNA不同 你现在两个夹这会 要变成 长出来会变什么样子 现在不是染色体不一样 而也是DNA不一样 那你们国党 现在是不是在忍 不然柯文哲讲 那么难听 又羞辱国民党 又弄出这样的民调来 双方都有做破局的准备 双方也 包括民众党 包括国民党 我说这个属性 双方都有破局的准备 副手也有在找 不分区 当然不分区 比较没有 那么绝大的关联 也不是隐忍中 我们保持心平气和 我们等待最后的奇迹 蓝白火车各自开出去 而且呈现对撞的趋势吗 在蓝白河的最后期限 马英九出手了 我们看到 这是马办执行 萧续成 上午上广播节目专访 他就传达了 马英九的想法 马英九的呼吁 应该要采取全民调了 还希望不要再攻击 柯文哲了 因为没有柯文哲的站台 你蓝营国会过半是拿不到 连守住目前的席次 都有问题 来先讲正号 马英九不是正蓝吗 怎么会站到柯文哲那边去 对 最近有非常非常奇怪 一件事情 就说两件事情 应该这样一起看 就说柯文哲逆风硬着头皮 去力挺徐春莹 而且几乎就要提名徐春莹 而且徐春莹是高规格被对待 徐春莹去受电台专访的时候 陈志涵随事宰策 他不是一个素人 这是柯文哲一件事 可是另外一件事是 当柯文哲献出了投名状之后 对于中国投名状之后 马英九出手了 马英九出来挺柯文哲的全民调 我也跟大家讲 马英九我这个人观察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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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 马英九尤其在卸任之后 他并不是一个常常多嘴的人 我要讲他是有自恋性格 可是他并不是多嘴的人 他每次出来讲话都是有目的的 上一次马班出来讲话是什么 说他跟金斧松不熟 金斧松枪口对内行为跟我没关系 这一次出来讲话更明显了 支持柯文哲的蓝白盒 对 这等于是在侯友仪的心窝里面开枪 对 这是很夸张的事情 照理说他这样建议 不是可以直接跟侯伴或是朱立伦建议 所以如果 如果你是真的建议 你可以透过管道 更夸张的事情 因为他这次是透过肖虚成 马英九办公室的主任肖虚成 出来受访奖 肖虚成还讲一句 我没有联络上金斧松 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你等一下问明显哥 你说打给金斧松 金斧松是没接也没回 他就说没有联络上 怎么样不知道 可是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所以是金斧松没有回电 我跟你讲 我都讲了 在2012年到2016年这段期间 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对 就算两边有时差 也不可能联络不上 马金之前这么好 对 这叫做不可思议的事情 对 所以马英九是往侯友仪 跟金斧松的心窝里面开枪 对 那开这一枪 他遇到几件事情 遇到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整个蓝白盒的正当性 倒向谁身边 倒向柯文哲身边 对 对不对 原本两边的角力 当然我们在评价 我们都说国民党 什么德国模式日本 模式乱搞 可是问题是来因心目中 还是会觉得说 柯文哲在做一个 这个很尖巧的假民调 他马英九这一枪开下去之后 国民党有马迷 对 对 这是一块 你会解国民党 对 这第二块 刚刚看新闻 谢国良站出来支持马英九 所以国民党不只有马迷 所以有人呼应了马英九 还有马友友 对 这是第二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 我们纵观整个马英九的人生 现在可能七八十岁了 有没有做过任何一件事情 不是站在国民党这边 一辈子没有 这是第一件 这是第一件 一辈子没有 即便四年前郭台铭出来选 一开始马英九 可是前提也是郭台铭要加入国民党 后来要列解 也是写这个三十几位大佬 不是投书吗 马英九也是签名签的大大的 马英九三个叫郭台铭退 马英九这个人一辈子做了所有决策 没有在国民党框架以外的决策 结果 今天跑来挺 柯文哲 柯文哲 不可思议啊 那背后原因是什么 你当然可以说 马英九可能心系蓝白盒 希望在这个时候发挥整合的力量 那我就问 为什么不早一个月讲 全民调喊了一个月了吧 你如果真的心系蓝白盒 你真的你的判断 全民调才是正确的 你在柯文哲提全民调的时候 就应该说 我公开呼吁大家坐下来好好谈 就提全民调不要讲些怪招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最后期限了 所以他已经不是因为心系蓝白盒 心系蓝白盒 心系蓝白盒整个幌子 他真实的目的是什么 柯文哲提了徐春英 向中国线上的投名状 背后那个巨大力量 中国咖都现在围在柯文哲身边 我再问柯文哲去高雄 谁站在旁边 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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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文哲认正的共产党提名的 对 柯文哲上蔡振元的直播 蔡振元四年前 是帮韩国瑜打王力抢案的 对 对 对不对 蔡振元是谁西汉国民党籍 对 所以现在慢慢解密了 对 为什么柯文哲宁愿冒大不会 也要坚持提名徐春英 对 原来这是有援军的 是 有后援的 所以才搞懂 杀头的生意有人做 赔钱的生意没人做 所以柯文哲提徐春英 不是赔钱的生意 是杀头的生意 正好那现在有多少人 会跟在马英九的后面 呼吁马英九 我认为要全民调 我这样讲 你刚刚说谢国梁 对不对 那后面还有人 马英九是有马友友的 不只谢国梁 马英九是有马友友的 对 而他马友友上至一些 国民党的八大公七大公 下至一些基层的议员 而那些议员现在都是 蓝军的KOL 而且马英九这一枪 其实很多 我认为 某些战斗兰的小鸡们 也就松一口气 马英九都说全民调 马英九都出来讲了 我现在喊自制全民调 还好吧 所以一定会有很多人跟进 马英九的子弟 徐晓鑫不是 那一定 大老板都出来讲了 还有这个中备军 中备军 对不对 所以跟进的应该不少 应该会有人跟进 应该会有人跟进 他是个骨牌 可是更可怕的是什么 马英九在国民党内有马迷 马迷你不要多 3% 4% 倒向柯文哲就很危险了 所以我简单讲 我觉得这真的是狠狠 这等于是 往侯友宜跟金服通的心窝里面 开了一枪 是 然后这一枪 还让侯友宜跟金服通 不知道怎么回忆 是 要撕破脸吗 要扯破皮吗 要公开骂马英九吗 很难抉择 可是柯文哲 正宜马上开局 会感谢马英九 所以这个局 我觉得柯文哲 东西解密了 为什么徐翠英 柯文哲要挺到底 对 因为他这样子 才能被中国认为是 狠狠人 是 瑞德哥怎么看 因为马英九一出手 对于蓝银会产生多大的震撼 我们看到在他说 要呼应用全民调之后 其实国民党早上的时候 青年团就有出来讲 就说 这个应该怎么样 不认同这个 包括柯文哲什么的全民调 是他的科学民调 然后说 这是完全柯文哲的选择 只有自己 根本就没有台湾跟政党轮替 然后在下午2点的时候 党中要开记者会了 说 还是定调 德国模式要纳入 这个政党的支持度 所以马英九出手 要逼迫朱立伦 侯友宜 不认账 那现在 朱侯之间 是跟马英九在对抗 马英九今天透过萧续纯 那么 放出这样的一个风声 好有一笔 今天侯友宜提出什么 治安改善 有没有说一大堆 让我想起了 几个月前 新北市土城 有一个少年 驾一支 AR15冲锋枪 到土城的当铺 少了几十枪 还记得吧 对 马英九今天就是 类似这样的一个人 很简单嘛 为什么 现在侯友宜跟朱立伦 好不容易民调终于站稳了 因为陆军打了几场 韩国瑜又出来 帮这个侯友宜造势嘛 力挺侯友宜嘛 好不容易终于 有点起死回生的感觉 你马英九在这个时候跳出来 直接踹中央 讲难听一点 他就碰了一个耳光打这个 等于朱立伦嘛 所以朱立伦 当然要出来讲了 朱立伦讲话就是 我们一直有既定的方式 既定的目标 马英九讲的完全是 那我们复应这个 柯文哲所说的嘛 马英九直接说 你5月17号的时候呢 干掉了郭台铭 那个让侯友宜出来 不就全民调嘛 为什么 那马英九过去的 他也说他自己 当总统主席的时候 也是全民调啊 那为什么不能全民调呢 而且我跟你讲更狠了 你知道吗 你知道为什么更狠 因为很简单 萧趣诚 萧趣诚说 如果只考虑国民党 自己的利益 让柯文哲无法做大 中间选民是听不下去的 你到底是国民党 还是民众党啊 你到底是国民党 还是民众党啊 我现在都觉得很讶异 国民党自己弄了一个 就是如果 他国民党自己本身的 立委参选人小姬啊 敢跟其他党的总统候选人 在一起站台的话 很可能就撤销他的党籍 甚至于撤销他的 那个立委提名资格 不是这样吗 林津杰就是因为这样子 被警告嘛 不过这个扇子上面弄 两个人跟郭台铭这样而已嘛 虽然国民党的小姬 参选小姬说如果 如果柯文哲正式去登记了 那他们就不愿意 不会跟他站在一起 奇怪 那郭台铭之前跟林津杰 郭台铭也还没有去登记啊 那为什么你就这样对 林津杰很简单嘛 那现在柯文哲到底会不会选 我不知道 不过今天李乾隆 那么在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讲了一件事说 侯友宜已经跟他说 副总统人选找到了 那你还合什么 还合什么 那边在拍丁装照 这边已经找到副总统人选了 你还找到什么 那在这个时候 马英九这个阵营 其实他今天还讲了一句话 我其实挺酸的耶 听起来蛮可怕的 他说因为有个南营大佬 来找马英九 讲了以后认为说 一定要用郭柯配 还是柯侯 郭侯配 还是柯侯配 这样子去跟所谓的 那么赖消配做民调 赢的那一方 代表选总统 这样才会赢嘛 这样也不会影响到区域立委 跟政党票嘛 所以呢 马英九 意思就是 速度想跟金普聪联络 一直速度 速度就是不止一次 你知道吗 可是都没有办法联络上 所以才透过消去存 来放话 什么时候马金 变成这个样子 天哪 金普聪人生最大的希望 不就是扶走马英九 当台北市长两次 当总统两次 他们两个关系 他们之前很好 一人以下万人之上 金普聪的身份不是这样 成绩何时 现在为了一个好友 选总统 现在两个人的关系是这样 他完全找不到 你知道吗 他还必须透过消息人放话 这句话才狠 然后金普聪还不回电话 对 这句话才狠 你好歹应该回一下以前的老板 陈志涵至少接两个 陈志涵接到很生气 怎么会是你打给我 林涛最近一直讲说民众党的战狼小姐姐 对不对 那陈志涵就直接讲分堂大哥哥 那你们一个战狼小姐姐 一个分堂大哥哥 两个人打来打去 怎么合 然后现在又在这个时候 竟然我跟你讲 你马英九不跳出来帮侯友宜就算了 你竟然还出来讲这种话 你出来讲这种话 我问你侯友宜势必 侯友宜如果能接受早就接受了 那朱立仁能接受早就接受了 不管后面记者会后面那三个民调 是真是假是到什么程度 不是重点 重点是侯友宜跟朱立仁不能赌 他只能赢不能输 因为他不能当副手 马英九你不知道吗 谁说国民党跟侯友宜 这一次是可以当副手的 谁说的 你马英九不惜侯友宜当副手 好像也没关系 是这样子吗 马英九为了复仇 为了把政党轮替 把政权拿回来 他可以牺牲国民党 在某种程度上 就是牺牲掉国民党 为什么 我告诉你只要 柯文哲当政的 不管他的副总统人选 是国民党 还是组阁行政院 由国民党组阁 整个选举的过程当国民党 是崩盘的 你的政党票完蛋了 你的趋力会怎么办 还有你的总统大选 这些包括整个 百年大党哪能接受啊 整个陆军 整个台湾现在 三分之二以上的地盘 全部是国民党的 就拱手让给你 柯文哲当总统 所以你是 马英九 我不知道 对你在你心目中认为 安德民政党更重要 国民党一要 国民党未来不重要 这才是马英九所代表 当然 到底是马英九 还是后面的 什么什么势力 是的确 你们的前总统这样子讲 对于国民党是造成 应该是震撼级的吧 怎么会跟金谷聪 跟这个侯友谊 甚至跟朱立伦 是有关系到绝对这种程度吗 那我刚听 大家都讲说 因为柯文哲又 因为柯文哲又要挺 那个徐春英 然后马英九又支持柯文哲 老大有点联想太过头了 联想太过头了 第一个 就是说 是这样子 侯友谊要不要当副手 在10月23号接受各报专访的时候 他就说他不坚持当政的嘛 就说侯友谊 柯文哲 两个人要在同一张选票上 我说同一组搭档 谁胜谁不都可以 侯友谊的立场是这样子嘛 所以我今天陪侯友谊去扫街啊 媒体问他说 对于马总统讲的他会怎么办 他的讲法说 希望可以透过政党协商 找出蓝白双方可以接受的方式嘛 所以各种方式都还在协调整合啊 包括居中协调 甚至也应该列入我们部分区名单啦 应该是有啦 侯友谊推荐的部分区名单 那你觉得马英九这样讲 是不是有点 站到柯文哲那边去 他没有站在国民党这边 侯友谊推荐几个部分区名单 其中一个是谢隆建 谢隆建也讲啊 等待柯文哲等到19号 就是等到最后一刻啦 所以主旋律 当然我们内部也有所谓的战狼 我包括李全的牧民书长 也是算是属于说 坚持侯友谊要走自己路 那我这么讲嘛 譬如说包括侯友谊接受专访 在10月22号接受专访说 他不会坚持当政的 就当富的也可以的时候 对准基层开始就在骂了 你们国民党在干嘛 侯友谊在干嘛 就坚持自己的路 走下去就对了 就大家就说 国民党还有13席的县市长 还有30多席的立委 还有200多席的议员 如果是比这样子的话 那大概整个就不太容易 你先问好奇 马英九这样一讲 那我不知道你们 会不会接到什么样的电话 是会赞成马英九的说法 还是说是会抗议马英九的说法 第一个我去了解 我跟侯班跟党中央 其实我都有相当程度的高层 我有跟他们沟通 马总统的讲法其实是这样子 他当然前几天有跟刘兆选 有来建议 包括很多参选立委都跟他谈说 目前蓝白没有整合的过程中 所以有来建议是建议侯班是不是 不 建议马英九 马英九有跟刘兆选有谈过 那刘兆选有建议说 蓝白整合要有一个结果 要分要合要怎么样 所以马英九 特别过去一段期间 会形述说 你柯文哲提出全民调 国民党也在想 国民党在散 那对中间选民 确实造成影响 国民党民调都输 侯友宜民调都输有柯文哲吗 会形述这种印象 就不能再让 那叫花车效应继续 或花车效应继续下去嘛 所以马英九 他的主张是 认为对侯友宜要有信心 侯友宜民调不会输 马英九今天这样讲 其实对侯友宜是很伤的 他为什么不跟金卜聪 或是侯友宜朱立伦那边沟通过 如果老师讲 有沟通怎么会出来这样讲 如果老师讲侯友宜认为有伤 侯友宜就在家人口 他走行程就好了 今天走行程 走到大家看 设立官有什么 还要公布行程 虽然昆辰你讲说包括 包括几个会社 包括瑞德 那个公布政策没有用 可是照他节奏再走啊 看看 选举现在还有六十几天 他是有前提的 他是设下一个 跟朱立仁一样的陷阱 都有前提 他不是全民调 全民调有那么困难吗 侯友宜你不是全民调出来的吗 为什么全民调出来 有蔡侯友宜干掉郭台铭 你今天反对全民调啊 现在是这样子 你要弄清楚 现在必须要 他从头到尾没有说全民调 一半还是一样 一半还是怎么样 对对对对 侯友宜的前提是在这种状况之下 侯友宜从头到尾没有说 如果全民调 公平 然后大家这样下来的话 我愿意当副手 他从来没有这样讲过 现在讲了大家 其实我伙伴 我每个礼拜都有去开会 是这样子 因为最后剩下不到 一个礼拜的整合时间 第一个 上面没有搞定之后 连立委参选人也很焦虑 确实很多人也想 老实在我们基层 因为确实蓝白 现在选票票員 很多相当程度的重叠 对很多立委参选人 他们也很想邀柯文哲来站台 这也是事实 有跟朱立伦反应是不是 所以柯文哲对外讲法 也说在立委的层级 都没有问题 都整合好了 现在就是政府总统的问题 就说现在不是淘汰赛的问题 民调或其他整合的方式 不是说只有说民调出来 那就是不论柯或侯银 然后另外一个就不参选了 不是这样 就说侯友宇的讲法说 两个人一定要在同一张选票上 那不是像民众党讲的说 就说柯文哲或黄山恩同一张选票 那侯友宇又在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搭档上 就说要谁胜谁负的问题 那当然照节奏走 该跑基层还是跑 然后政见还是照样政见 照自己的节奏还是持续 侯友宇当然继续跑 这是没有问题 只是说现在有人在扯后腿吗 那那个扯后腿就是 国民党最大的一个前总统 叫马英九 易三兄怎么看 马英九这一招 对于侯友宇来讲 是等于是背后插刀吗 而且后面如果还有人响应 包括一些蓝银的小鸡 甚至要求朱立元说 这个希望柯文哲来站台 那对于侯友宇来讲 都是一个不可承受之重 对 柯文哲其实在极度的 在分裂国民党 为什么这么讲 你看国民党最近很多人 叫做一笑名恩仇 其实不叫一笑 叫key笑的名恩仇 key笑 这些现在挺柯文哲 都是当初柯文哲罵得最凶的 邱毅罵他是共产党 骂马英九什么 他没骂过马英九 但是他就任了第一次的 国庆典礼的时候 那时候马英九还是总统 连握手都不敢握 说因为马英九 叫做死亡之握 他还要隔一个国旗 国旗档杀 来握马英九的手 他有拽一下马英九 极度羞辱马英九 蔡真元 邱毅 连胜文 这些人跳出来 现在都要挺柯文哲 不可思议 为什么 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力量 那么可以激进给柯文哲 羞辱完之后 不复仇就算了 还现在挺柯文哲 然后还要挺柯文哲 就背后有一股势力 我就讲刚才李正浩讲的对 就是徐春英这个人 徐春英这个人谁推荐的 谢力公 谢力公自己说 他介绍徐春英 三次给柯文哲认识 那谢力公是谁的人 谢力公作为民众党的 第一任秘书长 那时候柯文哲很清楚 就是马英九马伴推荐的 所以这中间的过程里面 跟马英九 其实在成立民众党的时候 就已经不断的在瓦解 国民党内部的势力 而这一次在验收成果 这个验收成果不只是他在验收 这些年来他处理国民党系统的成果 还有中共的压力 可以给这些人多大的压力 那国民党当然不能跟柯文哲 直接比民调 不是说国民党怕输 是国民党不能赌 也不敢赌嘛 为什么 因为柯文哲没差 我就一个人 我民众党就是一个人 顶多我陈志涵不要 这是我发言人而已 我的成本很少 我可以说他 我可以说他 但是国民党可以说他吗 可以 国民党可以把所谓的 16席县市长 38席立委 几百席的议员 全部说他 给你柯文哲吗 不可能 所以朱立伦对不对 对的 要比所谓的政党支持度 怎么可能泱泱大党 这么大的一个党 最大的在野党 跟你民众党 一人政党再说他 因为下午那两点那个记者会 算是有守住他的底线就对了 所以也等于是 对抗马英九 是不是 马英九要他全民调 我觉得是说 我们还是要德国模式 还是要政党支持度 至少他守住了一条线 就是我不能把国民党出卖掉 你马英九可以为了共产党 把国民党出卖掉 但是我不行 这个是 我觉得很厉害 柯文哲最近的操作 都在复制所谓的 二次国共内战 这是第三次国共内战 只不过共产党 变成民众党而已 他在国共合作的过程里面 谈谈打打 就是最后要把你国民党 赶出中国大陆 这是国民党 如果再跟共产 再跟民众党合作 真的可能会消失在台湾政党上 但问题是国民党内部 有多少人 会看清这个局势 然后觉得应该站在 侯友宇跟朱立文这边 还说有些人可能是一大块 靠向马英九那边 呼应马英九的说法 我觉得是说 现在国民党内部的 没有实力的人 其实像马英九 其实都已经叫过气政客 连圣文叫过气政客 所以他们纷纷跑到 中国大陆发展 他们因为有中国的压力 我们可以理解 但是国民党的实力派政治人物 我要讲的是 韩国瑜的支持谁 侯友宜嘛 蒋万岸支持谁 盧秀燕支持谁 这就很清楚 他们知道 如果再次跟柯文哲合作 我国民党卖掉了以后 我蒋万岸的前程谁来顾 我盧秀燕的前程谁来顾 难道以后都要听柯文哲的吗 这些人跟柯文哲不服气 更不用说韩国瑜 还被柯文哲羞辱 说你没读书嘛 所以韩国瑜当然不可能 靠所谓的柯文哲未来再起来嘛 所以国民党内部的真正有实力 对于这一局蓝白河里面来讲 其实站在挺猴的 那边是比较多的 这也是国民党小鸡们自己看不懂的 柯文哲的厌恶度 这次因为极度羞辱 国民党的过程 而且所谓的第三次国共内战的 这个整个谈谈打打打打的过程 让国民党的支持者 已经对柯文哲的厌恶度 甚至超过民进党 为什么呢 厌恶度增加十四点多趴 对 那个十四点多趴 几乎都是从国民党支持者来的嘛 因为民进党的厌恶 柯文哲就固定在那边 多出了十四点多趴 将近有一半的国民党的支持者 他是讨厌柯文哲的 也就是说 假设你国民党跟柯文哲合作 国民党的小机会面临 跟高嘉瑜一样的困境嘛 这个困境就是说 如果我跟柯文哲站在近 我的基层支持者 反而会反弹不出来投票 所以为什么侯友宇不断的找 所谓的韩国瑜来站台 他其实就是要取代柯文哲 在网路上面的声量 为什么蒋万安 卢秀苑 这些县市长跳出来挺侯友宇 目的就是说 我直接讲了 明显在这边很清楚嘛 我蒋万安在台北市赢过黄珊珊 黄珊珊你不过是第三名 而且黄珊珊的选票 会不会移动到国民党的小机 其实这个东西都可以判断的 所以我只要有蒋万安站出来 我就可以稳住我的小机 我干嘛要靠柯文哲 你要拼网路声量 我有韩国瑜 这就是一整个国民党 对于自己内部的实力不了解 而不断的期待跟寄望柯文哲 不断的被柯文哲羞辱的最后 是 我们看到马英九这一出手 对国民党来讲 是不是一个非常凶险的一个局势 正好怎么看 因为我们看 萧续成在今天的这个广播节目当中 好像是跟李潜龙一起参加 他有特别到提到萧美琴 而且他说他在美国的时候 曾经接触过萧美琴 他认为萧美琴非常强 而且很柔软 而且已经准备好了 对年轻人是很有吸引力 但我就觉得很好奇 平常这些人对绿营 大概没有一句好话 怎么会突然去称赞萧美琴 这到底是在操作什么样的风向 我就只能说这个世事如奇 世事如奇 我先跟他讲几个大结构 大结构想要讲清楚 就说萧续成讲出萧美琴很强 当然不是因为基于都是萧家人的原因 他是要塑造一个危机感 你不要觉得赖金德现在只有37 30% 有机会追到 没有赖萧佩 赖萧佩只要一碰 就是往四层走 甚至四层五走 这是要营造一个危机感 营造一个危机感要包装 他去做蓝白整合的正当性 那包装蓝白整合的正当性之后呢 他其实有选择 他可以选择站在国民党这边 德国方案日本方案停着胸膛倒下 他没有他选择在柯文哲这边 这就是一个大结构 那马英九对柯文哲来说 绝对是一个大助力嘛 对不对 所以大结构上就是 在整个蓝白盒的天秤当中 马英九这个大砝码 选择直接摆在这个所谓的柯文哲这边嘛 那摆在柯文哲这边之后呢 他会造成很多小气就顺势过去了嘛 你开除我还是先开除马英九好 对不对 他给柯文哲有了跟国民党翻脸的证 我当心 韩国瑜发脸书了 他说支持马英九提全民调 何则两立分则两害 国民党大动员了嘛 大动员 大动员了嘛 就我讲中国咖全部 往柯文哲那边靠拢了嘛 所以徐春英这个声音是一本万例 是 我提一个徐春英 有韩国瑜 有马英九 对 还有一大堆大大小小的马迷马粉 整个都靠过来了 靠到柯这边了 还有那个谢国良 那侯伴怎么办嘛 对 好那在这个时候又遇到一个大灾问 就是当然很明显 我也尊重了 因为我们确定没有证据 所以我们确实没有证据 就说不是 到底有没有证据是说 因为柯文哲提了徐春英 中国的咖全部靠关 我没有证据 好 那如果不是柯文哲提名徐春英 让中国这个大老板心花怒放 下指令的话 那更可怕 表示马英九对侯友宜的厌恶 是发自内心的 没有任何动机 就是单纯的觉得说侯友宜不好 很差 我要开他家 就是不想支持侯友宜 对那更可怕 没有啦这样的夸张 马英九去帮侯友宜 騎台去騎那边 那主要有个理由 就是一个是动机论 大老板发话 中国发话 一个是没有就堵懒你 那主要有个选项 总不会是傻到看不懂局势 不知道真的会很伤侯友宜 现在韩国瑜都表示对马英九 全民调的呼吁高度赞同 支持与赞同 所以你看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 杀猴策略 萧续成开枪完后 一片跟上 老大喊打 后面全部跟上 谢国良 韩国瑜 一大堆 你看我没有想到 果然有人跟进 我没想到骨牌这么大 是希望蓝白竞速整合 哪里你们要讲说 这是要换猴 这跟事实差 杀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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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明哥 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情况了 所以显然这个 马英九一出手 对于这个蓝银 是造成极度震撼的一个影响 这到底是柯文哲 劣解的国民党 还是马英九 劣解国民党呢 马英九他成功的劣解国民党 也说支持马英九了 现在高雄呢 也有陈梅雅 李明璇 李明珍 陈若翠 黄柏林 忠义仲 也说高雄 这么多 全都已经出来了 所以我相信 这股风呢 已经可能会从中部 南部 往北戳 那我们就现在 看桃园 还有基隆跟台北 是不是跟进 大风吹了 大风吹了 这是硬逼着猴有余 要当副手 摆明一件事情 这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你可以看 其实台中跟高雄 高雄 事实上一直都是 蓝营比较辛苦的选区 那当然如果 柯文哲能帮得上忙 当然有柯文哲最好 可能能够 因为李明璇 已经开第一枪了 要这个 要这个 柯文哲帮忙 可是他开这一枪的时候 其他的蓝营安静静的 虽然我们对李明璇 他过去中国 有没有跟共青党往来 这是一个议题 但是他抛出这个议题的时候 没有人反对 高雄也是 没有声音 现在不是 马硬酒讲完就开枪 碰 我们通通都要 台中也是这个几个 都是属于是激烈选区 也都说有柯文哲帮忙 能够帮忙 那我接下来 如果这样下来的话 那接下来 就要看李明璇你怎么看 我这样讲 罗志强 大家已经很久没听到名字 我去查他的书 第一个他脸书上面 出来没有出现候友谊 第二件事 他出现的是柯文哲跟韩国瑜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情况下 那你接下来 为什么这个罗志强不敢讲 因为忌惮金普冲 如果金普冲被压下来了 金普冲不吭声了 那就表示马英九声音变大了 那我们就等 看罗志强也马上会不会跟进 那这大风吹 这对欧友来说 真的不能在地方跑了 现在赶快回总部 来讨论这个事情 我认为这事情非常的严重 我这样讲 我们了解马英九过去的事情是这样子 他就帮忙 他能够 陈氏陈氏是不足了 过去他八年执政都知道 办事是有余的 所以换个角度来 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他开了这一枪 可是我真的是很不能理解的事情 在什么地方 我给大家一个图 为什么朱立仁跟金普冲 后来他们决定呢 他们就觉得一定要国民党自己来 因为最新的民调你也看得出来 为什么要做这个 德国模式跟这个日本模式 这是国民党的支持度 他其实是一路往上攀升 那柯文则是打回到这个历史的低点 就是民众党的支持度 其实已经打回到 就是第一次开始做民调之后的数字 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 那以这个情况之下 竟然要决定全民调 全民调的结果 我们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按照柯文哲全民调的模式 侯友宜一定是负的 那回头一件事 当侯友宜为负的时候 也许这些小鸡很开心 柯文哲能够暂谈 但整个国民党支持的气势 会真的起来吗 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国民党恐怕会崩盘 当然我们还是要崩盘是一定的 我就说马英九过去的事情 为什么英国经济学人 要说他是崩盘了 他过去做的事情是这样子 但我们还是要回来一句话 就是柯文哲讲一句话说 空音节目都不敢看 他讲的是你 那都在骂他 看一半都认为自己是共产党 没错 这句话呼喊了 连盛文 蔡振元 邱毅 马英九 韩国瑜 现在连中南部都呼出来了 是 来 美美姐我们看到 马英九登高一呼 现在看起来 侯友宜的这般列车 还开得下去吗 是情势非常非常非常的危急 我当然相信希望有未来的人 希望国民党还去存在的人 比如说蒋万安 比如说卢秀燕 他们应该是会跟侯友宜 朱立伦是同一阵线 因为他们知道说真的 国民党过去不是没有输过 但是老底还在 家底还在 可是你这一仗 如果你真的应恶的全民调 尤其是你想想看 马英九一说 马英九有马迷 韩粉更多 韩国瑜又呼吁 小金们是不管 他只管自己的 多一个人站台 有什么不好 OK 这个结果会是什么 如果现在去做全民调 是谁要的全民调 如果是柯文哲 那种柯式全民调 我保证侯友宜很可能 就当副的 国民党 你们为了一次 你们就算扳倒了民进党 对不起 你也完了 那个代价太惨烈了 太惨烈了 你不要说侯友宜当副的 柯文哲还不要 对 你整半三人 那所以说 那结果是什么 其实行政权最大 你如果说有总统 不好意思 我隔魁到时候 我就算是我事前说 我给你国民党 我几个月又把你换下来 内阁总辞 我到时候 我利用国家的资源 我还主导国防两岸外交 那国家整体的资源 我一个一个把你收编 四年收编够了 你国民党没有了 你真的就被寄生完成 然后你宿主死了 阿米巴原从壮大了 又变形了 所以这股力量非常可怕 那我一直在想 为什么马英九 在这个时候说出这样子 话出来 马英九是个极其自私又极其自恋的人 对他来讲 八年总统他当完了 你国民党对他有什么意义呢 没有任何意义 可是未来的余生 比如说马锡二会 比如说他父亲的骨灰坛化毒箭筒 他如果能担任上这样子临门一脚功臣 他名字记载在历史的封碑上 他会不会这样想呢 对不对 那对韩国瑜来讲 本身就有大中国情怀 大家还记不记得他当选市场 他往哪边跑 他不是去香港见中联败 不是如此吗 一切想的不都是往中国那个方向去吗 所以这本来就是他们意识形态 对他们来讲 民进党是一个一定要拉下来的 为了拉下民进党再说在所不辞 何友宜韩国瑜已经选过总统 此生也足够了 可是如果能够拉下民进党 OK成就一桩 可是其他人呢 对他们来讲算什么 国民党都已经完成 为了拉下民进党 牺牲一个何友宜在所不辞 对而且就算牺牲掉国民党 又有什么 一个已经当过总统 一个梦想也想不到 他已经选过总统 所以这些人 不会顾虑到国民党的未来 那国民党现在怎么办呢 国民党怎么办呢 你除非坦白说 你要结合党内的有势之势 比如说金普通 一开始脑袋就很清楚 你不会整盘送給柯文哲 尤其我必须要告诉大家 最可怕的什么 你能够 台湾人你能够想象得到吗 如果有一天柯文哲 真的成了台湾的总统怎么办 怎么办 国会有徐春英 总统有柯文哲 我想到时候已经不是说 国民党怎么办 而是台湾怎么办 对 等于是台湾 已经变成中国的一部分了 没错 你变成中国的囊中物嘛 因为整个中国的代理人 这个集团整个控制台湾嘛 那中国知道他如果要武统台湾 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他跟美国跟日本 跟欧洲这些国家开战嘛 但是他如果培养一个傀儡政权 那国会又能够有多数 那怎么办呢 那像这个不就是他最想要的吗 好 所以我们要说柯文哲 确实就如正昊所说的 一个徐春英太值得了 这个徐春英 这张头名撞下去 过去国民党像个小闹闹一样 牛春炉只敢提名17名 我柯文哲有欺骗 我就是敢提名 焦了心 焦了正 自己人 共产党最喜欢的是什么 以台治台 就要像香港人以港治港 抓住了柯文哲 抓住整个民众党 一个柯文哲 又可以打打谈谈 又可以劣解国民党 然后再加上柯文哲 又有未来性 抓住柯文哲 台湾能逃到哪里去 兵不雪刃啊 那各位只要想想看 如果是一个亲中集团 来掌控的台湾政局 我们可能加强国防吗 你可能再走一个 清美清日的路线吗 你可能在捍卫台湾的主权吗 你可能在要加强自己的实力吗 你可能还有本土意识的教育吗 你可能要在经济自主吗 都没有了 霍国神山 也许真的有一天 就被人家买走了 台湾不断的入化 回去像马英九之前 而且更可怕的是 习近平的触统之心 他年纪也大了 他会更急切 施加的手段更强 那国会里头 又有马文君 又有徐春意 又有这些人 那从行政到立法 全部落入红色共产党 垂帘听政 直接操作的 这个掌握底下 前面这些都是 执政者 都是 国会监督者 也是 那我问你 台湾 美国日本 会跟你站在一起吗 武器你还买得到吗 所有的一切 你人家还敢来投资吗 台湾你到最后 你只有一条路 你要不就是举白旗乖乖 向中国投降 你变成中国的一部分 所以这一仗 走到这一天 我从来没有这么猫骨悚然过 我不敢想象 我必须说 台湾未来百年的命运 就在这一仗的选择 周江我补充一下就好了 为什么呢 你要知道今天 马英九跟韩国瑜 不约而同的 在直接出来 那么要求党中央做全民调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蓝白河我看不到 我看到国民党的实质分裂 直接逼宫朱立伦 而且我告诉你 金捕冲要决定 还要不要继续当 侯友宜的执行长 你又准备辞职了吧 你不接马英九电话 然后紧接而来 人家又直接逼宫 然后这个方案 之前的所谓的 投票民主主选 是你们要求的 然后朱立伦到今天为止 还是拒绝马英九的提案 现在他们两个政治投认 这两个政治投认 像明显讲的 都有替侯友宜逐选 没错 但是一出来以后 请问他逼宫的是 朱立伦跟金捕冲之外 那何尝不是侯友宜呢 难道他们这两个人不知道 他们两个人一带头 下面小鸡一敷印 搞不好 马上赵沙康就跟进 然后整个国民党 不就实质分裂 就整个完蛋 整个气势就被 等于说 这个柯文哲 给瓦解掉了吗 柯文哲的政治豪赌 提名中配徐春英 他说没有见过徐春英 结果被抓包说谎 然后记得就去问他 他就一句 就完全没有回应 也没有要道歉的意思 所以可以看出 台湾人是不是 极度纵容柯文哲 因为如果换做其他人 早就退出政坛了 那现在到底徐春英 在柯文哲的心目中 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来正好 为什么要派人全程盯场呢 是要给徐春英 一个什么样的安全的 一个回应 然后让他可以安全的 进入立法院吗 当然是啊 就是我们刚刚讨论 徐春英是柯文哲 递给中国的投名状吗 效忠书嘛 所以他一定要确保徐春英 能够被安全的对待 顺利进入到国会嘛 所以这两天有个非常非常 这个神秘的状况发生 就是前天徐春英去接受 某媒体人的广播专访 那这个媒体人算是这个 也是偏蓝的啦 坦白讲 算友善 同温层 同温层 专访的过程中 有几个细节被大家注意到 第一件事情是陈志涵如随事在册 随事在册 在外头看着 就陪同啊 盯场啊 保姆嘛 对不对 这一般来说是总统等级 才会有的 有的待遇嘛 对不对 一般来说比如说坤城哥 你受访的时候 会有党发言人陪着你吗 不可能嘛 对不对 哪一位立委候选人 受访的时候 党发言人会陪 不可能嘛 对 大家很忙 党发言人只会陪 总统或副总统嘛 对不对 当徐春英在民众党被高规格对待的时候 表示什么 民众党挺徐春英挺到底 没错吧 第一块 第二块是呢 徐春英在受访的时候 被问到 请问你武统 你赞不赞成 他不敢回答 对 这是两岸领导人士 我小老板心不讲 那被问 那如果有人要伤害台湾的民主 你接不接受 他说这个 我听不懂你在讲什么 对 只要讲徐春英这个人 他连意识形态 都属于武统的意识形态 他没有办法说出反对武统 任何一个人 不论蓝绿 只要是台湾的政治任务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敢公开 听到武统 一定把他说 当然不可以 你非要打怪武统 打到我还打到你 哪一个人敢接受武统 对 对 反对武统 是所有台湾的吸反射 因为他不是在一个 自由民主环境下 成长的人 不是 因为他就肩负统战任务 来到台湾的 那武统也是他的环节之一 甚至我们怀疑 他进入到立法院 看到那些资律 就是在为武统做准备 刚才在机密资料 他当然不会讲书 武统什么不敢讲 但他敢呛林又昌 敢呛入委会 敢呛赖清德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徐春英的这个人 越来越被大家了解 徐春英才刚刚出道的时候 刚刚出来的时候 我们只知道他过去 是中国的干部 那我们只能说 他可能是共产党党员 对这样的论述 对于徐春英的批评 都流于表面化